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诗政协员党组成员 副主席吴奕荣 傅廷吉涉嫌受贿一案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玉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日前玉林市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受贿罪对吴奕荣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公开资料显示 吴奕荣生于1966年11月 汉族广西北流人 1987年1月参加工作 199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他长期在百色市工作 曾任百色市苹果县县苹果市太平镇镇长 苹果县民族事务局局长 苹果县副县长 田中县副县长等职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4年3月17日消息 吴奕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通报称 吴奕荣连结底线失守 纵容莫许配偶利用其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 谋取私利 贪欲膨胀 大搞权钱交易 决定给予吴奕荣开除党籍处分 有自治区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2024年9月1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 通报的五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其中包括 百色市政协员副主席吴奕荣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 通报称 2015年至2023年 吴奕荣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 送给的礼金 高档酒水 金氏 消费卡等 吴奕荣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